字幕仔細節 我們已經開場了 現在是 你看多撈霜物一開始一起跳 我們開場了 現在我們人已經到 今天移動來到了溫哥華 溫哥華 先生我們要換個角度喔 哇你這好秋天的感覺喔 今天是我們來加拿大 第一個weekend 然後呢前幾天我都在家裡 上班 然後他呢都已經跑出去 所以終於好不好 終於在Vancouver所以我們要出 我們要出去 就是走走 這裡真的超冷 超冷 你看這個煙 現在是幾度好像4度而已 對4度 然後晚上會到-1度 然後今天的行程就是去 市區晃晃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吃吃 好吃的港式飲茶 然後呢吃完之後呢 吃完之後的行程是什麼 10里3路不換肩 10里3路不換肩 買東西 什麼 喔 挑挑看看喔買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一直放肩膀上 我買就飛起來 飛起來 好OKOK 好 然後就這樣 等一下 就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有什麼要說的嗎 有什麼要說的嗎 哇我們好久沒拍片了 那在這裡謝謝我們溫哥華的熱情網友 推薦了我們要去吃一家西五 大酒家 番茄的Dimso 很多店都在找自己酒家 這是什麼 這是菇耶 在路上有野生的菇耶 怎麼樣 你來到這種很冷的地方有什麼感覺 那時候它被冷死了 我覺得 這樣也有一種過街的感覺 因為在加州是不會感覺到有過街的氣氛 這倒是真的 這裡也會有那種什麼聖誕節燈啊 還有那種聖誕節的小火燭 第一次覺得 方向盤會發熱 是一個這麼實用的配角 你現在在發熱喔 有 你現在覺得發熱 現在大白天了 你在發熱什麼啊 很需要耶 以前從來都不覺得 是什麼雞肋的功能 誰會用 我覺得我現在懂 非常實用 因為其實 這地方夏天 就沒有這麼漂亮 夏天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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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說 冬天有這些聖誕的東西 我現在看的時候覺得 我很好 我很好好不好 我很好 欸你長得很適合這裡 很像森林裡的小矮人 欸你又只戴這個 我可以你在這邊賣關東煮 絕對賺法 實在太佩服 加拿大還有日本的Youtuber 因為那個手都要伸在外面 然後拿相機 看這裡真的蠻漂亮的 雖然要花60塊 欸 你要看這個已經是迪士尼 門票一半的價錢 這裡很夢幻喔 這裡很適合各位網美們 好不好 森林園 怎麼樣 不錯 很不錯 很浪漫 是不是 連你這種這麼 不懂得浪漫的人 都被浪漫征服了 是嗎 是我老婆才不懂吧 我每次做一些很浪漫的事 那是什麼浪漫的事 他就會 他就會弄出一種厭惡的表情 沒情趣的家伙 在這邊 一個小時可能 有五十分鐘 那個手機都是沒有放下來過 每一個人就這樣 狂拍 狂拍 連我岳母都在拍 酷喔 好不好 全家大小都很適合來拍喔 媽媽剛剛說這是哪裡 不是 西頭 西頭生命遊樂區 加油好嗎 把自己弄成這樣子 你就會 有落意不絕的人 還可以收一千塊的門票 一定可以收一千三耶 對 好不好 夢透喔 等一下就會出現一些 森林的那種小精靈 或是什麼小石頭人 就會滾出來 你以為他原是Frozen是不是 Frozen裡面 Frozen那些石頭人 對 小石頭人就會滾出來 很Q耶你看 等一下他們就會那個 那個小石頭就會出來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什麼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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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客要來跟熊拍照 我們要準備走了 太扯了 這裡是拿拿大的大華 就是華人超市 整個超高級的啦 搞得很像美國高級超市一樣 為什麼洛杉磯的超市都爛爛的 然後這邊搞得很像日本超市一樣 好誇張喔 太扯了 看 太狂了 太狂了 太多LA的那些亞洲人好好經營好不好 看他同一家店跑到加拿大升級成這樣 美國叫做restroom 加拿大叫做washroom 我那天講restroom 店員聽不懂 每次來任何一個城市的downtown 我都會超開心的 我們今天又進城了 我們今天又進城了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這是哪 這是Granco Isle 這是幹嘛的 這是一個溫哥華的博爾特區 對 這是我剛剛喝到非常好喝點咖啡 你真的不錯 你把整個陽光帶來溫哥華 就跟你說我是陽光女神嗎 真的嗎 加州陽光帶來溫哥華 會不會冷死欸 OK 代表溫哥華的人感謝你好不好 還有那個網友推薦我們的餐廳 我們也去吃了 喔 per se social club 我都跟你說 老師要不要shoutout to網友 shoutout to Amy 我覺得冬天出來拍拍 除了手會很痛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壞處 網友可能會以為我們都是同一天 每人都穿一樣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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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每人都穿一樣的衣服 我今天還特別換了一頂帽子 所以才知道說喔這是第二天 我臉真的太冷了啦 我跟你講我要去買一個手套 不然我在那邊拍你我手都動向了 我以為婦女非常害怕 是我的牛類 越來到這裡就很想要喝一碗 penshalder 路溫哥我們推薦 一個手做巧克力店 藏在巷子裡面 推薦大家來吃吃看 買一點巧克力回家 我們現在要吃一點買一點看好不好吃 這個很好喝這個 有一個 你在外面喝熱巧克力 尤其是在美國 不會死甜 但這個不會 真的 這裡好玩嗎 很滿喜歡啊 我很喜歡這裡啊 這也是我是 熊文革華的地方 這很像那個 這很像那個 巴黎的地方 Cack 你要準備Cack 應該是巴黎嗎 不講錯嗎 講錯就丟臉了 我想應該是巴黎 推薦大家去這個火柴和咖啡 推薦大家去買一個手套 手好冷 他不想離我 他剛剛很可愛的 好的我們現在要前往 Roger Arena 看冰上曲棍球 就是Vancouver Canucks 好像台灣翻譯是溫哥華家人 就是加拿大人的健身家人 雖然說他們今年戰績好像蠻爛的 可是 就想要去感受一下 來加拿大就是要看曲棍球啊 感受一下那個氛圍啦 大家加拿大過security鬆超多 美國進一個場館 把你跟那個犯人一樣 丟東丟西的 哇我們進來了 好興奮喔 今天是Chicago對Vancouver 而且他們會賣客廠的 球衣這個很少見耶 對 你在幹嘛? 禱告 他擔心在摔摔啊 好酷喔 好酷喔 不知道在乙花什麼的 好酷喔 謝謝 這是T-Shirt-Tanish 這就是T-Shirt-Tanish 的T-Shirt-Tanish 如果你會贏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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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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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比賽結束了 一比零輸掉 超慘的 最後六個了 六個不適 還去死 怎麼亂穿 死都打不進去 後面的人激動不到就是說 把球真的自己 fire啦 fire is the GM 對 然後他們很激動 就是那時候就 就是打那個 讓他們叫那個球叫pine 他們就打那個球有那麼難啊 然後就很生氣 超激動 那時候一直傳來傳去都不射門 對 要把球傳來火 這時候十秒了 我真的氣到 每次有爆米花丟往前丟 我覺得第一次看 我覺得蠻好看 他的節奏很快 我跟你說 很有趣 這個是very friendly for beginners 那種到球的 我來幫大家看一下 現在幾檔溫度是幾度 6度 Fear of like 6 然後 然後 真的 Sex OK 我們就 一路什麼事 Vlog 很不認真 今天才說要什麼給我相機 我怎麼可能會拿呢 逛街都來不及了 今天 我們就在 Gas Town 當場裡面走一走 然後 喝咖啡 從白天逛到 天黑 中途我們還跟可愛的 朋友 相見歡 喝了咖啡 聊了一下 很開心可以在 這個小小的 Feed Up 滿有趣的 OK 花錢花的很開心 這就是 今天呢 還有一個花魚 還有一個植物魚 台大植物魚 台北植物魚 要不要拿到 那邊 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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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玫瑰都卸了 有亮亮玫瑰耶 你感覺這裡值得來嗎 我們已經先看過很厲害的 你長得很像在這裡住的小精靈 森林小精靈 因為好像迪士尼喔 對啊 就是超迪士尼 我們到了這個是叫做Candy Town的地方 感覺附近都是一些Bar啊什麼的 還有一些POP 然後呢 他說他有一個朋友 說一定要來試這一間 Mr.Ice Cream 說什麼Adel和演唱會都要來吃 你究竟好不好吃呢 我們請張小姐 對 你今天咬一口 重點是他今天好朋友來第一天 欸 我剛剛有說我不要來了 沒關係這個有噴火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多 他有幫我們 他有幫我們加熱 用噴加熱 然後我有沒有想要點Cream Blay 讓他來吃吃 好吃嗎 有好吃到 可能被我來排隊 對 我跟你說不用排隊 今天是一種超好吃的 真的好吃嗎 還不錯 很不甜欸 要不要去買個餐 每周圍人稱讚你 外國的食物 就是很不甜就是很好吃 哈囉大家好 今天算是來加拿大第六天 再過兩天內 我們就要出發去這一次的重點行程 就是Whistler 是一個滑雪勝地 那從這邊開車 大概要兩個多小時 就會到了 聽說是北美最大的滑雪場 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這次拖了我們的雪板 還有我們所有的家庭 啊什麼的 就是要來這邊 你知道嗎 滑滑看 什麼叫做好雪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在 加州以外的地方滑過雪 所以我們這次真的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去滑到一些很不錯的 很有趣的雪 那只是非常希望 就是會是一個 適合滑雪的好天氣 我們就 無視的見囉 掰 哈囉大家好 我們期待了一整年的滑雪之旅 這是我們的開場 哈哈哈哈